武統內訌持續發酵 前總秘書丹斯里安努亞謀殺今天羅列7點 剖析黨內部分歧的原因 其一 他不點名抨擊 有人是因為沒有獲選入閣而心生不滿 即而搞分裂 安努亞今天在臉書專頁發文 表示自己有時候會思考 黨到底怎麼了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問題 而他得到的答案 第一 是有人沒有入閣而不滿 第二 有人眼紅下屬當官 第三 停案不樂觀 政府又不幫忙 第四和第五 黨領袖和西蒙領袖秘密會談 還宣示效忠反對黨領袖納杜斯里安華 背棄拒絕安華拒絕火箭的議決 第六 推翻國盟政府失敗之後觸發緊急狀態 以及最後有人推動武統各區部提成議案 要求黨在來屆大選拒絕和土團黨合作 儘管沒有指名道姓 不過 武統內部被只分成法庭和部長感染群 也就是官司纏身 如前首相納杜斯里納吉 和黨主席納杜斯里阿摩扎西的派系 以及當官領袖如安努亞的派系 而不早之前 安努亞也炮打司令台 揭露阿摩扎西曾經白紙黑色表態直至安華 引起熱議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